而为了推动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 寿风乡光荣部落聚会所19号是举行了动途典礼 寿风乡长曾淑义 香带会 花莲县政府援命处 以及花莉县议会议员等长官贵宾也都到场同庆 乡长曾淑义表示整个工程若顺利的话 预计将会在明年2月完工启用 期待已久的光荣部落聚会所在19号正式动工 寿风乡光荣部落聚会所在19号正式动工 寿风乡光荣部落聚会所在19号正式动工 政府民族民行政处部落经济科科长周从仁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徐学役 县议员林政府林平洋 丙正文 郑乾隆 蔡义镜等贵宾共同来参与 冲风乡长曾淑义则是表达感谢 那我们光荣村本来7年就是要有建筑造下来了 只是今后的问题延宕到现在 然后又再扮演建筑制造的延期延到现在 所以迟来的一个机会所大家等待大家辛苦了 不过今天感到很高兴能够有个好日子天气那么好 能够来把这个今天来做动土 这个经费一千多万 为什么那个住宅是要那么大吗 结果现在想一想是对的 所以这次我们光荣村有仓储还有厕所 就是还有风雨的一个球场 花园县会副议长学学会表示 花园县会全地愿门会全力支持 收封县的地方建设 一尊一特色的一个聚会所 相信在我们的所有的中央县府 以及我们地方大家团结一致 我相信很快的能够让我们的地方的一个聚会所 我们的文化传承能够继续的勇往直前 花园县风箱光荣部落就会所总预算2114万2414万元 期约工程113年6月24号 工程期数为270天 预计在明年2月完工启用 接着久不见收封县部长